汉贤帝想要东归洛阳执掌大权复兴汉氏 但自从他东归启程后就追根不断阻碍重重 敬请关注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贤帝之漫漫东归路 公元190年汉贤帝被董卓胁迫监督到长安 皇帝和朝廷被劫持 汉帝国从此也就陷入了地方势力割据的混乱局面 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和吕部设计除杀 但由于王允对董卓余部的处置失当 导致政局的进一步混乱 面对国将不活民不聊生的局面 一心希望中兴汉氏的汉贤帝 决意东归洛阳执掌大权重拾山河 那么汉贤帝能否摆脱乱兵汉将的魔掌 漫长的东归路上 汉贤帝又会经历怎样的磨难呢 复旦大学江鹏老师透过历史发现真相 系列节目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贤帝第六期 漫漫东归路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汉贤帝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人呢 一直是受别人的影响 被别人控制 甚至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那么这个汉贤帝 它有没有做过一些去影响别人 甚至是影响这个历史进程的事情呢 是有的 而且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那就是汉贤帝非常坚决的想要离开长安 回到洛阳 把中央政府带回到洛阳 这是对东汉后期和后来的三国的历史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回洛阳去 我们以前讲 由于董卓的挟持 整个朝廷被迁到长安 于是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和广大其他地区的脱节 没有办法在长安指挥整个国家 在东部南部 一大片地区就陷入了一个没有中央政府领导的 这么一个混乱的状态 很多地方被一些军阀势力割据 三国之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天子都长安 四方断绝 由于汉先帝到了长安 其他各个地方的将领 地方官员 想要和中央朝廷取得联系 非常困难 那么这也就严重的损害了东汉的统治基础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建立国家秩序 重新恢复正常的统治 你就必须要把首都搬回到洛亚和这些地区重新取得联系 恢复整个国家的秩序 这是非常重要的 汉先帝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而且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从史书的记载上来看 汉先帝第一次谋划东归是在公元的191年 当时汉先帝身边有一个人 这个人名字叫刘和 而这个刘和是谁呢 我们以前介绍过有一个叫刘渝的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刘渝他不仅是皇室宗亲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口碑 非常有能力的人 当时担任着幽州牧 管理今天河北中北部 一直到辽东地区 这么广大的一片土地 那么刘渝的儿子刘和 一直在汉先帝身边 侍奉汉先帝 后来汉先帝到长安 刘和也就跟着汉先帝 一起到了长安 汉先帝觉得刘渝刘和父子 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于是呢 就委托刘和做一件事情 委托他做什么事情呢 指数上说 帝司东归 史和委陶董卓 遣出以官 义渝领将兵来业 汉先帝非常想回到洛阳 于是呢 就让这个刘和逃出去 逃脱董卓的控制 到关东地区 去见他的父亲刘渝 让刘渝领着兵到长安 把汉先帝接回到洛阳去 让刘和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大家注意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 是什么 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这个时间上有什么讲究 大家看 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191年 有两点 大家要注意 首先第一个 这一年董卓还没死 董卓要到192年 才在吕布和王允的联手下面 才被杀死 这是第一点 当时还是在董卓 专政时期 汉先帝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第二点 更关键 191年 汉先帝几岁 汉先帝才11岁 一个11岁的小孩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分析 就是这么的犀利 这么的准确 也就是说 在董卓专政时期 年幼的汉先帝 就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 当时天下形势 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要回洛亚 所以汉先帝这个人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当然 在当时的情况下面 汉先帝他的生存条件 是非常艰难的 手里可以打的牌也不多 他让刘和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刘和有没有做成这个事情 非常可惜 这个计划最终失败了 当刘和走到南洋这个地方的时候 被盘踞在当地的一个军阀 袁树给扣留下了 袁树这个人 在后来的历史当中 也是叱咤风云 那么没有办法 刘和只能写信给他父亲 写信给刘渝 说明汉先帝为什么派他东来 汉先帝的意图在哪里 告诉父亲 请他父亲带领军队到长安去 那么当时的东部地区的形势 已经比较复杂了 刘渝就派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 往西走 想到长安去 想去会汉先帝 结果这次军队 后来路过元树地盘的时候 又被元树给吞并了 所以这件事情 最后就是以失败告终 刘和始终没有完成 汉先帝交给他的使命 转过年来 刘渝他自己也在东部军阀的混战当中 丧命了 刘渝死了 那么这一来二去 就把汉先帝的事情给耽误了 所以汉先帝他只能暂时的滞留在长安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东部的这些军阀 他们对于刘和的东来 对于要不要派兵去把汉先帝接回来这件事情 意见上是不同意的 那么这一次事情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前我们说的 在董卓的挟持下面 迁都到长安 这一些事情导致政治的混乱 是由汉先帝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的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 来看汉先帝本人的素质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就能看到 汉先帝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智慧的人 能够对刑事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 而且他还有勇气 把这样一个事情去付诸实施 这是11岁的汉先帝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样的一个小孩 就不是单单的用聪明这两个字 能够来形容的 那么这一次派刘和实行这个任务 虽然没有成功失败了 但是回洛阳这个观念 在汉先帝的刑目当中 深深的把根扎下来了 所以在后来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汉先帝始终不懈的努力 在谋求这样的机会 一有机会 他就想着要回洛阳 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到 因为董卓把首都签到长安 我们前面分析过 其实是导致混乱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你如果要治愈这个病根 要恢复统治 那一定要回洛阳 被迫迫迁都长安之后 汉先帝经历了五年噩梦般的傀儡生活 那么作为军阀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 汉先帝想要多为洛阳的心愿 如何实现呢 汉先帝深刻认识到 只有回到洛阳 才能重新掌握皇权 振兴汉世 然而 对于一个手无兵权 被人挟持的落难皇帝来说 想要摆脱军阀们的掌控 又谈何容易 那么汉先帝最终 是如何踏上漫漫东归之路呢 等待他在 又是怎样的艰难险阻呢 我们前面讲 他第一次谋划东归 是在董作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呢 失败了 后来董作死了 整个长安 被一些更加野蛮 更加低级的军阀把持着 李确啊 郭范这些人 他们都希望通过控制汉先帝 来控制整个朝局 汉先帝的处境呢 也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面 如果汉先帝想继续 谋划东归 那么首先碰到第一个问题 这些军阀答不答应 第二 汉先帝手里没有军队 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凭什么走出去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 汉先帝想东归啊 的确是困难重重 充满阻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随着汉先帝年龄逐渐的增长 一点一点的长大 成长起来 他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强 而且这个人又非常聪明 我们就看到汉先帝 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皇帝的身份 巧妙的来处理和这些军阀之间的关系 在汉先帝的周旋之下 想要东归 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看第一点 利用他的皇帝身份 汉先帝虽然没有军队 没有硬实力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是没有硬实力 但是他有卵实力 为什么 他是天子 他是皇帝 而在那个时候 对于人们来说 皇帝这个称号 天子的这个名分 还是具有很大的神秘感的 当时很多人相信 你看皇帝为什么叫天子 天的儿子 很多人还是相信 皇权 他是跟上天的意志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对这个皇权 充满了敬畏感 不敢轻易的去挑战这个皇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汉先帝讲话 也还不是完全不管用 这是第一点 利用他的皇帝身份 第二点 出现了势力的分化 当时有很多军阀 相互攻击 非常混乱 但是 在这些军阀 激战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形成一个 相互制衡的关系 很多人都想通过 控制汉先帝 来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如果得到汉先帝的认同 那说起来皇帝是支持我的 他就有一个竞争优势 但是同样的 反过来 他们谁也不敢迫害汉先帝 如果谁敢去迫害汉先帝 等于说就是给别人 落下了一个攻击的把柄 别人就可以以这个理由来打你 所以他们在相互竞争当中 也是在相互制衡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尽管这些军阀 都是希望通过汉先帝 来达到一些自己的目的 但是 他们还不得不把汉先帝 高高的供奉着 不敢拿他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所有的将领当中 的确有不少反对汉先帝 回洛阳的 但也有一部分将领 支持汉先帝的主张 愿意保护他东归 出现了势力的分化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汉先帝的个人素质 如果汉先帝真的是一个 可以任人摆布 是一个没有组建的人 面对这种情况 他只有畏惧 只有懦弱 那么整个情况只会更糟糕 皇权的权威也会完全的失落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汉先帝不是一个可以任由人摆布 不是一个怕事 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公元195年 这是汉先帝在长安的第六个年头 汉先帝呢 也从一个十岁的小孩 长成到了十五岁的少年 长安啊 经过这些年的天灾人祸 已经破败不堪 非常的慌乱 那么这一年 从洪农这个地方 来了一个将领 名字叫做张继 他提出来 要把汉先帝接到洪农去生活 洪农的条件比长安要好一点 那么我们看地图 看东汉的历史地图 大家会发现这个洪农 他在什么地方 洪农 他在我们今天河南的西部 从地位置上来看 他处在长安和洛阳的中间 所以张继到汉先帝这儿来 说愿意把汉先帝接到洪农去 汉先帝第一个反应就是 机会来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从长安往东 到达洪农 能够顺利的到达洪农的话 接下来你再谋求机会去洛阳 那就方便多了 相对于长安 洪农离洛阳更加的近 所以汉先帝马上决定去洪农 同意张继的这个建议 所以史书上特别记载了这么一个日子 公元195年 这一年夏历7月 某一天 车驾出宣平门 汉先帝带领着他的公亲大臣 皇帝的御驾 出长安的宣平门往东走 为什么史书上要特别记名 这是出宣平门 因为宣平门是长安东头的第一道门 汉先帝的步伐跨出宣平门 也就意味着他东归的路途开始的第一步 迈出了他东归的第一步 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事 但跨出这一步以后 接下来的事情能不能够一帆风顺呢 那当然不是的 汉先帝东归 长安的这些军阀肯定要反对 汉先帝一走 他们手里就没牌了 所以郭范就派人截住了汉先帝 说如果你嫌长安破败的话 可以找一个离长安近一点的地方 不要去鸿农 鸿农太远了 那么汉先帝呢 就派了一个使者去跟郭范说 鸿农静交庙 勿有一夜 汉先帝说 我祖先的坟宁和祖庙都在洛阳 鸿农离洛阳比较近 方便祭祀祖先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郭范你不要以三或四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人 是非常重视祭祀先祖的 尤其是皇帝祭祀先祖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汉先帝找这个理由出来 跟郭范去谈判 意思就是说 洪农我是确定了 你是拦不住的 没有比皇帝祭祖更大的事情 那么当然郭范也不会这么容易 这么轻易的就妥协 用军队把住这个汉先帝 不准他往东走 汉先帝一看郭范这么做 非常的愤怒 当天就开始绝食 整整一天利弥不尽 态度非常坚决 然后郭范一看 汉先帝这么做 他心里也开始有压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皇帝以死相邪 如果汉先帝真要饿出一个好歹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都觉得是你郭范害了汉先帝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真心关心汉先帝 首先大家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来攻打你 早就想消灭你 找不到理由 现在有一个理由了 对吧 你把汉先帝 你把皇帝逼到这个风上 所以郭范心里有压力 一看来真格的绝食了 没办法 把军队撤走 让汉先帝往东走一走 走到了兴丰这个地方 兴丰离长安 直线距离大概在50公里左右 但是 汉先帝到达兴丰的时候 已经是8月份了 汉先帝从这一年7月出发 走到8月份 才走了50公里 走到兴丰 可见 这一路的斗争是多么激烈 这一路走的是多么的艰辛 等汉先帝到达兴丰的时候 郭范又不甘心了 就通过密谋 想暗地里调动军队 把汉先帝劫持回去 劫持回长安 但是呢 郭范这个人啊 行事不密 这个事情啊 事先让汉先帝的人知道了 所以汉先帝预先做了部署 把其他的几支军队调集到兴丰 预防郭范的侵犯 那么郭范一看汉先帝有准备 讨不到便宜 所以呢 只能放弃这个计划 阴谋没有得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汉先帝啊 才得以继续的东京 作为一个皇帝啊 你要靠用生命 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威胁 来这个逼迫一个军阀 达到一个目的 这个就不是悲壮了 这个有点悲凉 的确有点悲凉 汉先帝这个处境啊 非常的不妙 但是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 清楚的认识到汉先帝这个人 绝不是用傀儡皇帝四个字可以概括的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汉先帝他之前受强承协制 没有办法 很好地去改变一个局面 很多呢 是由一个先天原因决定的 但是我们评价一个人 关键是要看他后天的努力 从汉先帝后天的努力 我们就可以看到 汉先帝首先 第一个 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 非常有政治判断力的人 清楚地认识到 要挽回当时的政治的颓局 那就一定要回到洛阳 非常关键的一步起 第二点 汉先帝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为了达到目的 在自己手上没有多少牌可以打的情况下面 不惜以死相邪 跟军阀作斗争 绝不后退 第三个 意志非常坚定 非常坚强 但凡是一个稍微懦弱一点 稍微性格软弱一点的人 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一惊威吓 就被吓回去 或者说经历一两次挫折 就打退堂鼓 那你东晋这件事情绝对完成不了 所以我们看到汉先帝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在所有的军阀当中 这个并不是每一个军阀都是坏人 每一个好人 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叫断位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汉先帝这一路东来 条件非常的糟糕 安全也有忧虑 所以这个断位 他很想把汉先帝接到自己的军营当中 对汉先帝和这些大臣们进行供养 那么汉先帝身边的这些大臣 对这个断位这个人是信得过的 对汉先帝说 断位这个人可靠 我们可以去 但是有另外一些 对断位持有一种敌视态度的一些军事头目 就跑到汉先帝那儿去告黑庄 断位那儿你千万可不能去 这个人想造反 把这个断位想打算造反这个事情 说的有鼻子有脸 那么汉先帝一听这个情况 人心隔肚皮 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当时他已经准备带着大臣们 往断位的军营里面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说大家先别急停下来 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所以当天晚上汉先帝跟他的大臣们就露宿在野外 皇帝跟大臣露宿在野外 可见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狼狈的 这些来告状的人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愿意保护汉先帝东晋的这么一些将领 他们也在给汉先帝制造麻烦 他们觉得自己跟汉先帝在感情上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他们愿意保护汉先帝东晋 但是他们跟这个断位之间有过节 想借助汉先帝的力量 把这个断位给消灭掉 然后他们一看 头一撞告准了 告下来了 汉先帝因为听了他们的话 不到断位的军营里面去了 那么他们就想进一步 借助汉先帝的权威 把这个断位给消灭掉 于是就希望汉先帝下一道招令 让他们去讨伐这个谋逆 就讨伐这个叛逆断位 汉先帝说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我不能凭你们的一面之词就下招令 就下圣旨说要去消灭这个断位 谋反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 你不能随随便便按到一个人头上 汉先帝说接接不答应 你们不能这样利用我 利用我对你们的信任来做这样的事情 而这些人不肯罢休 软磨硬炮 在汉先帝身边吵到大半夜 要求汉先帝下这个招命 下命令让他们去讨伐断位 汉先帝坚决的不肯 就是不肯 随便你们怎么闹 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 什么事实证明断位这个人 的确没有谋逆之行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将领 史书上说这个断位 修农士 不掳掠 天使东环 为营道 共卫周籍 没有二行 非常恭敬的 对汉先帝和他的大臣们 为他们提供食物 提供资助 而且这个断位 跟其他的军阀不一样 很多军阀都是靠 抢掠其他人的财物 抢掠老百姓 抢掠农民的财物 来维持自己的军费 断位不是 断位非常重视农业生产 让自己的军队 让自己管辖下的老百姓 开垦农田 重视农业生产 用这个来维持军费 而且 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非常恭敬的支持汉先帝 东归 所以一开始 因为有人告黑状 汉先帝对断位这个人 吃不准 但是最终 汉先帝对断位的判断 还是准确 那么从这个表现过程当中 我们又可以看到 汉先帝有两个 非常明显的优点 首先第一个 做事情非常谨慎 不轻易的听信 任何一方的言辞 在下判断之前 他会把事情先去弄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在大事的决断上面 在大事大非的问题上面 汉先帝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不会受任何人的摆布 不会轻易的 去接受任何人的意见 这是第二点 我们前面 举了两方面的例子 一个是反对汉先帝东京的军阀 给汉先帝制造麻烦 一个在保护汉先帝东京的军阀当中 也在给汉先帝制造麻烦 通过两方面的对比 我们就可以看到 汉先帝不管是对待怎样的人 他都有一个自己的组件 不会因为你保护我了 我就轻易的相信你 什么事情就顺着你 很有一个认理不认人的味道 以前我们也讲过汉先帝其他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他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来镇集受灾的老百姓 然后我们把今天讲的这些故事 和以前讲的这些事情综合起来 我们看到怎样的一个汉先帝的形象 我们就看到汉先帝这一时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能够准确做出各种判断的人 意志非常坚强 内心非常强大 我们看这一段史书 在这么多年的混乱当中 汉先帝经历了这么艰难的一段历史 但是我们始终看不到汉先帝 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 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旧北老坛赋雨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汉先帝历经千辛万谱 回到洛阳 并和曹操正式会面 历史上著名的邪天子 以灵诸侯拉开北幕 敬请关注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先帝第七集 王者归 作为能力出众 又一心希望中心汉世的君主 汉先帝刘邪却无奈地扮演了一个 令人同情的落难偏词的角色 有史学家认为 汉先帝让人同情 还在于他不甘于当傀儡 但又没有得力的偶尘相助 相助的都无济于事 反惹破端 史学家胡三行这样评价汉先帝 汉先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 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东汉一朝 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皇帝而已 那么作为一名落难皇帝 他的漫漫东归路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最终他能否回到洛阳呢 汉先帝七月份 这一年的七月份从长安出发 到这一年的年底才走到洪农 走了整整将近半年时间 虽然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如现在便捷 但是这个速度也实在太慢了 速度慢的是因为困扰比较大 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阻碍的力量 跑过来阻挡你一下 然后发生一点冲突 但是汉先帝绝不回头 一路向东 百折不挠 而在这一路上面 整个阵营啊 军阀的阵营也发生了非常奇妙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 首先提议要迎接汉先帝到洪农的这个将领 张继在这个时候态度就发生变化了 因为他这一路看下来 发现汉先帝不是一个他可以随便摆布的人 而且张继和其他的一些保护汉先帝东归的将领之间 发生了一些矛盾 有一些摩擦 这个时候张继又调转头来 和原来长安的军阀李雀郭范联合在一起 他们开始阻止汉先帝东进 希望通过强硬的手段留住汉先帝 并且不惜对汉先帝的队伍进行军事打击 在这个阶段里面 汉先帝的队伍和他们发生过两次大战 省事非常惨重 第一次在洪农的东建 史书上说 百官士族死者不可胜数 弃欲物浮测点击略无所依 死了很多人 很多御用物品和文献点击只能抛弃 但是反对派的军事行动 没有成功的阻止汉先帝东进 汉先帝最终还是突出重围 继续往东进 这是讲的第一次大战 那么再快到闪现 也就是今天三门峡市附近这个地方 又发生了第二次大战 这一次汉先帝蒙朔的损失比上一次更大 所以史书上总结说 死者胜于东建 反对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 军事集结力量更强 军事打击力度也更大 所以呢 不仅是有更多的保护汉先帝的战士 战死了 杀戮也波及到汉先帝身边的一些大臣 甚至在杀伐的过程当中 有鲜血直接溅到汉先帝的衣服上面去 可见当时这个情况是多么的紧急 汉先帝平时他是坐车 皇帝是坐车 这个时候有一位将领看到情况这么紧急 就拉过一匹战马 跟汉先帝说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赶紧坐上这个马 赶紧走 别管我们了 你先逃 汉先帝面对这种情景 15岁的一个落难天子 面对这么一个血腥 残忍 这么一个情景 情绪非常平静 但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让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情绪 都开始不平静 那他讲了什么话呢 他说 不可舍百官而去 死何不哉 指了指身边的这些百官啊 这些大人 说我啊 现在只是一个落难天子 失了事的皇帝 但是这些人对我不离不弃 没有因为我落难我事事而抛弃我 反而对我忠心耿耿 现在他们遭这么大的难 甚至有生命的威胁 还跟随在我身边 为什么 为的就是保护我 我怎么能够不顾他们的声势 做这么不仁不义的事情 先自己去逃命 抛下他们不管 这个事情不能做 要找大家一起走 汉先帝讲了这么一段话 随意大家看 汉先帝的这个表现 难道不让我们感到惊讶吗 东汉晚期的历史 三国的历史 被文学小说 被舞台艺术 不断地重复地演绎 我们有多少人 这么近距离地去观察过汉先帝 所以汉先帝这个人的形象啊 在多数情况下面是被扭曲的 都觉得这是一个没用的人 这是一个傀儡皇帝 是一个懦夫 但是从这些事情上面看 完全不是这样 汉先帝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所以 宋末原初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 胡三行 他在住自治通建的时候 住到这个地方 发表了一通感慨 给了汉先帝一个非常公平的 公道的评价 他说 官帝此言发于临危之时 岂可以亡国之军待之灾 汉先帝在这么危难的情况下面 还能够发自肺腑地 讲这么一通话 这么有人 这么成型 而且能够做到如此临危不举 这个简直就是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 一个十五岁的一个落难天子 怎么可以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亡国之军来对待呢 我们看历史人物不能这么简单 所以胡三行这个评价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 那么现在这个情形 对于汉先帝来说 红农是待不下去了 首先 红农是张继的地盘 张继现在是个危险人物 第二 红农本来也不是汉先帝的目的地 他是想通过红农 借到红农 最终回到洛阳 所以面对这个情况 只能继续往东走 这个时候汉先帝的队伍 已经到达了黄河边上一个重要的渡口 孟金 李确郭范的队伍还在后面追 后有追兵前有黄河 怎么办 有人就跟汉先帝提出 渡河 渡过黄河不仅能够摆脱追兵 而且渡过黄河之后 再一路往南就能到洛阳 但是这个地方啊 有很多大臣提醒汉先帝 地形水事都非常险恶 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跟汉先帝说 我就是这个地方本地人 这个地方黄河前面有三十六滩 险恶无比 他说皇帝不能轻易冒这个险 弄不好很有可能船翻人亡 如果要去冒这个险的话 他觉得这个太不安全了 但是经过反复的斟作 尽管这个水事很险 尽管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 汉先帝最终还是决定要渡河 要渡过黄河 这一点上又表现出了 汉先帝这个人果敢和勇气 黄河这一段区域 地形非常险要 河岸要高出河面十多丈 首先你怎么下去就是个问题 最后是汉先帝是靠别人背着慢慢慢慢地 从河岸上下到这个河面上 来到河边 因为后面有追兵 将士有很多 一阵乱哄哄的 大家都纷纷地想争先渡过这个黄河 又是一阵大乱 那么好在最后 汉先帝还是平安地渡过了黄河 一路断断续续的往东走 满眼都是破败不堪的山河大地 汉先帝也是非常的感慨 很多和中央政府失去多年联系的地方大员 忽然听说汉先帝回来了 于是就纷纷到汉先帝停住的地方来朝建 给朝廷提供粮食提供支出 虽然汉先帝这一路受了很多苦 常立了很多艰辛 但是这个时候朝廷的凝聚力 他就体现出来了 也证明汉先帝东归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 但是到此为止 汉先帝东归的道路才走了一半 从这一年七月份走到年底 走到十二月 才走了一半的路程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 汉先帝最后落脚在安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今天山西的南部 如果说从安邑到洛阳 这个直线距离 洛阳在安邑东南面的140公里左右 你还得再走这么多路 那么接下来这140公里 汉先帝还得走多久 这一路又会碰到些什么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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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